最近不少民眾都在問 青鬼台語怎麼唸 實際搭上青鬼來聽聽看 車上廣播怎麼說 高捷公司採用的是 華語跟台語並列 但住在附近的居民 又怎麼稱呼自家旁邊的青鬼站呢 居民議論紛紛 都說已經習慣用華語的青鬼來替代 但就不少台語文學者疾呼 應該讓青鬼有自己的台語念法 青鬼的台語該怎麼唸 最近引發討論 在車上的播音是講青鬼基長站 但是最近卻有人認為 應該要講成 有人覺得華語青鬼的說法 已經約定俗成 不必特地去改 但有人覺得 青鬼的說法 簡單明瞭 可以接受 適逢事件母語日 長期推廣台語文發展的 公民團體就呼籲 應該全面檢討 讓新的詞語 都有自己的台語說法 才能讓語言有生命力 捷運公司也從散如流 要將輕鬼的台語定作 畢竟過去也有巨蛋戰的先例 已經著手進行系統調整 很快就能聽到新的戰民廣播 民視新聞 蘇生為鄭照左 陳生翰 高雄台北報導